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国日前擅自启用M-503航路,遭网民航局寄出战步核准中国东方航空、厦门航空共176班两岸纯洁加班机的申请来反制,而东方、厦门这两家航空则于上月底发声明,取消纯洁加班机导致可能有5、6万人次受到影响, 传出国防部将派出至少6架的C-130运输机待命,协助在台商回台湾过年。 国防部日前表示,若民间航空在今年农历春节假期无法附和外导众多的返乡人潮,只要交通部提出需求,国防部将会立即派出C-130运输机协助输运。 据联合新闻网报道,中国东方、厦门两航空公司取消纯洁加班机估计影响达5、6万人次因无法直接返台,改走金马小三通的人数可能会增加, 而国防部为因应金门可能会涌现大量的返乡台商人潮,因此奉命至少要安排6架C-130运输机来待命输运。 空军战战主任张延廷中将表示,C-130运输机输运待命的日期为本月14至21日也提早针对C-130做加强检修的工作, 希望能让机队的妥善率比平常还要高,到时更能顺利执行输运的工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